沉澱了一年後,我們好日本重新出發,上載影片 跟老婆搬回來大阪,我就要好好學習如何融入當地 2023年7月,我就去了一連三日的天神祭 除了拿到特別的拍攝許可外 還可以上巡遊隊伍的專用船,在超近的距離看煙花 所以看完這一連兩集的特輯 你就會用眼睛去了一次,就算是親身來到,都未必能感受到的天神祭 天神祭是祭奉日本學問之神奸元道爭的祭典 位於大阪北區的天滿宮落成後兩年,即是公元951年 就已經舉辦了第一屆的天神祭 它是跟東京的神田祭,以及京都的祈元祭,並列為日本三大祭典 其實大阪天神祭是在6月下旬,窄過吉日就已經展開了 之後就會有一連串的活動 我們首先去天滿宮那裡看看 在表門,即是正門那裡,有一個由民間捐錢做的巨型茅輪 在神道教的角度來說,穿過茅輪就是能靜化心靈,祈求無病適齋 日本是有家文文化的,即是不同姓氏,都會有自己的專屬徽號 由於奸元是採用梅花做徽號的姓氏之一 所以在祭治奸元道爭的天滿宮這裡 是會看到很多這個作為神文的梅花圖案 這天在本社前面的空地已經安放了之後會參加遊行的地車和兩座神魚 即是玉神魚和鳳神魚 魚即是坐的轎 在平安時代,京都有祭治活動就抬了兩座神轎去祈求無病適齋 之後天神祭也跟著做了 在1840年,就由八個丁夾粉做了鳳神魚和玉神魚這兩座神轎 整個天神祭是由7月23日開始掀起高潮 而這天的焦點就是Galumikosi 即是女仔台神轎 這個活動是在1981年由天神轎跟幾條街合辦的 當初都是柴娃娃找些東西搞,希望可以引人注意 結果多女仔當然是多人看,很正常 而且還越來越受歡迎 現在已經成為了天神祭的正式活動 原來2023年這屆的女仔台神轎已經搞到第40屆 想參與這個活動是要經過輪選的 以往只限16至28歲的女性參加 不過在2006年就已經取消了年齡限制 2023年大會就在186名的申請者裡面 選了80個女仔出來台神轎 而最後入選者的年齡是介乎18至33歲 他們台著兩座神轎在天滿宮和天神轎跟之間來回 每座神轎最少都重200公斤 就算是有80個女仔輪流去台都很大負擔 在這時候他們就要一些打氣聲去自我激勵 他們一直叫的哇塞其實在很多傳統節日裡都聽得到 是一班人台重野的時候所喊的一句打氣聲 原來早在2017年已經有德國的留學生參加過女仔台神轎 到了現在參加的外國人越來越多 看來這個活動有國際化趨勢 這個第一次我參加的兩次 我活動四年前過 4年了 前往 Corona 它是超級有趣 就是來的開始的冬季 在日本 這是一個巨大的藝術在関西 所以大家參加 各種參加的一個很棒的時間 我認為他們都只想說 發展到更多外國人 所以我們這個年紀大陸 我們有一個人從來自印度 還有另一個國家 有些人從美國 所以它們很開心 很快要慢慢接受到一些人 去參加 這是一個很大的聯合 希望今年會有更多 我們大學裡面有一門課 講的日本文化 日本民俗文化 然後我們老師說 在登曼孔 然後有這個活動 然後來推薦我們來參加 大家的情緒都非常的高漲 大家非常的開心 每一個人都 就是玩了考 每一個人都是笑臉 然後 我能參加這個活動 有一個特別的榮幸 7月24日的蕭公祭 象徵著天神祭的主要祭祀活動 正式展開 隨著早上4點打響了一番太鼓 很多神道教的儀式 都會陸續舉行 而天滿功就會變得越來越熱鬧 在大阪天神祭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一種 很特別的傳統舞蹈 龍舞 龍舞的一大特點 是強調手指的動作 屈曲起來好像龍爪 再配合全新的扭動和起伏 去模仿飛龍在天的形態 是大阪的傳統吉祥舞蹈 而負責表演的 亦都是日本跳龍舞數一數二的新榮龍神會 在日本的三大祭裡 只有天神祭才能看到這種舞蹈 其實這天在附近的大村 都有一些水上的神道教儀式上演 不過我就選擇了繼續留守在天滿宮 是因為我想看看在本社裡 舉行的另一項神道教儀式 叫做袍丁鳳那 袍丁式是可以追溯到平安時代 即是公元860年 是日本古時貴族階層舉行的宮廷活動 負責主理的袍丁氏是會戴著烏帽子 和穿著叫做直垂的古代服 去做整個儀式 不過由於衣袖又長又闊 所以開始前 就要由隨從用一條叫做舉的繩 將兩隻衣袖綁好 在日文裡面 袍丁的其中一個意思是菜刀 袍丁式 是袍丁式要用菜刀配合一對叫做真魚柱的長筷子 再依照禮法去切割食材 而在整個儀式過程裡面 袍丁式的一對手是絕對不能夠接觸到食材 不同的袍丁式是會處理不同的食材 除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鯛魚之外 好像鯉魚、鮑魚、甚至蘿蔔等等 都會在袍丁式裡面用到 剛剛看完莊嚴的祭祀儀式 出來之後 發覺的氣氛又越來越刺熱 其實一座重200公斤的神竅 就算有十幾個大男人去台 體力消耗都大 所以隊友就會在附近準備隨時換人 不過當台盜嗨嗨地 要跟別人鬥抬得高和搖得勁之後 就算有人換都很講鬥志 即使是台盜根皮力盡都要頂硬上 和不得都要得的心態 就是台神竅的精髓 而這種集體意志的感染力 亦都令我開始明白 為何日本人如此擅長團隊合作 在大阪天神祭 大家一定會看到 人們經常喊口號又拍手掌 這種慶祝的拍手儀式 叫作Osaka Sime 大阪是有很悠久的營商文化 以前的商人一談生意 就會這樣拍手掌慶祝 現在已經演變到在祭典、喜慶場合 或者一些商業活動 都會用這種吉祥的拍手儀式 起馬修 我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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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看了龍舞 其實天神祭還有其他傳統舞蹈 據說獅子舞是起源於印度 傳入日本後就被視為一種 可以驅邪驅病的舞蹈 日本的獅子舞主要是分兩個派系 一個人舞師的風流系 在關東和東北地區比較流行 而這種由兩個人舞師的獅舞屬於技樂系 是關西的主流 7月24日的天神祭是有巡遊活動的 山舞就是巡遊隊伍之一 一大班女生拿著紅黃色的紫傘 再配合著音樂和四條竹的節拍去跳舞 整個畫面真是很漂亮 另外這一天也有一個特點 就是有部分巡遊隊伍 是由學生組成的 雖然這些小朋友年紀很小 望來就在讀小學 但他們絕對不是裝模作弄 全程竟然好像大人一樣那麼投入 去到下午三點多 終於都上演小公祭最熱鬧的活動 就是崔太古時地巡行 時地就是士神鎮守的土地 整個隊伍是會在天滿宮附近的一大巡遊 不過我開始了無奈 我就看到一個真是令我嘔嘴的畫面 你看看 反轉 原來這個是崔太古的特色 我稍後跟大家說 首先介紹一下坐在上面打鼓的怨人 除了頭上一塊又長又闊的紅頭巾 夠了腸眼之外 他們衣著的顏色原來還暗藏意思 上半身的白色是代表雲 空前的紅色象徵太陽 黃色的三袖如意泥土 而下半身的藍色就是天空 身穿四色就代表身穿宇宙 相傳崔太古是跟風神秀吉有關 而風神秀吉去天滿宮祈求打聖像的時候 又會帶著36個隨從 所以打崔太古的怨人總數也是36位 原來想打鼓最低限度都要抬過三年木架才可以申請 而且還要過恩選和接受相關訓練 才有資格坐上去打鼓 完成巡遊後就到崔太古攻入 亦是今天的高潮位 回到天滿宮之後 崔太古就立即變成搖搖板 兩邊拋上又拋下 這個時候坐在上面的人 就要用綁在枝架上的繩借力坐穩 而怨人就更加要繼續打鼓 而且一條紅頭筋是不可以掉下來的 這種一路打一路搖 甚至好像之前看到幾乎將架反轉的做法 就叫做Karaosu 而這種傳統已經在1992年 被列入為大阪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亦是大阪天神祭裏面的另一大特色 最後再看獅子武功入 這天神祭的傳播活動亦都結束了 下一集我們和大家看天神祭壓軸的一天 本宮祭 我們好日本更加獲得許可 入到當日不會對外開放的天滿功 另外還會坐巡遊隊伍的專用船去看煙花 如果不想錯過我們製作的日本影片 就立即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按個小鈴鐺 這樣我們下條片一出就會通知你了 到時見 拜拜 多ese安靜 現在 hasta這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